面對人生下半場的迷思 子女長大,離開家之後 我們的生活會變得怎麼樣呢 所以到中長的時候 我們真的要從一個宏觀來看我們的人生 隨著年齡的增長 我們逐步地步入中年 老化是不是真的很可怕的事情 我們的工作能否挨到退休 我們又需要多少錢 才能平安地享受退休生活呢 半場的時候能夠做一些的調整 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我們活一個精進精彩的一個人生的下半場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